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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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来走的是 Buket Seri冰蛋 这个山在我家附近而已 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最近停车好像发展到很不错 就过来这边看看 现在上去Bukit Sri Bintang 它有一个分岔的路口了 左边是走斜坡上 右边就是走楼梯上 那我很久没有走实体了 所以直接选择走实体上 423的高度不到200米 现在在这边可以看到日出 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日出而来 希望等一下我可以看到日出 从山脚到山顶 大概只需要10分钟的路程 所以很适合亲手来打卡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啦 我们现在去这Pick One 那边看日出 天快要亮了耶 今天好像很多云 不知道看到日出没有了 这也是Pick One的山顶了哦 很美啊有吗 今天应该会有热处吧 今天应该会有热处吧 先圈塔一个圈 山顶还有一些简单的设备 附近的居民都会来这里锻炼 看日出一定要来这里哦 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对面的Pick Two哦 从今晚看日出后往左边走 就可以看到Mask大坑洞 把它叫做火星是因为很多登山客 拍了很多创业的照片 看起来就像在火星一样 这里有绳子可以爬下去 可是后来发现有一个部分的落差比较大 下去的话会比较难 可是上来的话就比较OK 穿着拖鞋为了不让自己受伤 我决定从另外一条路穿过去Mask 上回来就去靠左边走 有一条小路可以钻进树林里 在这里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左边 就会发现有小路可以通去火星了 可是今天的目的是来灿路的 所以就没有下去当火星人啦 沿着树林继续走 就会来到一个分岔路 右边可以直接上Pick Two 左边就可以去到天梯 Highway stairs 给我选 当然是要去天堂啦 所谓的天梯其实就是狗渠路 抬头望上去还真的看不到镜头 至于会被取名为Highway stairs 大概就是因为它正好在南北大道旁边 沟区里有很多青苔 有点湿滑 但是旁边烂泥路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 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天梯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天梯到底有多长 走到这里还有一道镜头了 结果抬头一看 原来还有好长的一段路啊 果然是一个很好锻炼的地方 走狗渠路是蛮刺激的 而且最重要是因为这边是狗渠嘛 所以它有流水 然后会有青苔 所以走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走上来的话就会看到这边景色了 从天梯上来后有一个分叉路 转右手边就会来到这个MCO corner 这个名字大概也是受疫情影响而改的吧 小小的休息站只有简陋的设备 想要在这里休息一下还是可以的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菜园 在这里可以看到南北大道和Desafark City 再过去一点就是Pick2了 这里就是Pick2了 也叫做Bintown Corner或者商市园 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设计 下面就是Desafark City 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云顶高原 但是今天什么都看不见 到了一大圈来到了Pick2 这个时候就准备下山了 走这个台阶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以前南汉的时候就曾经在这里滑倒过 结果屁股就移轻了一大片 这是你的鱼吗? 你的鱼吗? 然后每个路口都可以回到登山口 但是如果想再上去Pick1的话 就要向右边爬楼梯了 但是想要一口气爬上去也是很喘一下 我用为同一条上山路来下车 就会经过这个休闲区 如果走另外一条路的话 就会跳过这个部分 不过行为鱼的下山路其实很好走 只要不下雨 甚至还可以跑下山 只是这一条路有楼梯 还是要小心 相比之下 我觉得另一条路比较好走 回到山脚 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分岔路口 我觉得左边那一条会比较好走哦 这就是我今天走过的路线 路线的详情也可以参考我的部落格 今天的游山玩水分享就到此为止啦 想知道更多马来西亚登山详情 欢迎登陆我的部落格 www.loveling.com 我们下次见